一個人要簽 你們當初在發生那個災害的時候 不是有開過會嗎 就是說是要基於考量 就是全戶都要簽 所以當然我們在 你們當然戶籍簽的時候 當然是全戶簽 畢業了 他想要簽回他的原鄉戶籍 這很好笑的事情 竟然不能讓他簽到原本的大社 他還要寄居在哪裡 寄居在我們里那裡的這個戶口 這是天道的笑話 大社居民為了取得永久屋的房屋所有權 與使用執照 前往戶政事務所辦理戶籍 從大社部落簽出 並簽入到里那裡永久屋 但戶政人員卻表明 必須要戶籍內全數成員簽出 才符合公所規定 甚至戶籍由外地簽回大社原居地 同樣也遭到拒絕 對屏東縣政府規定 必須將原居地戶籍內成員 全數簽入永久屋 才可以取得房屋所有權 與使用執照的規定 讓大社居民大感不滿 是意氣什麼不能豐富 那就我們所了解的像高雄的那馬下 還有霧台鄉 一樣是受災的區域 他們有一個家庭裡面 有一半的是簽到這裡的永久屋 一半的就是留在原鄉 那為什麼我們部落這邊 就一定要全部擠到永久屋的那個地方 這個是我們不解的地方 大社居民因廣播而聚集在村辦公室前 因為縣政府原民處與鄉公所來到部落 搜取居民戶籍資料 作為未來房屋所有權於使用執照移轉登記 居民認為一律為釐清以前 要求暫緩辦理程序 沒有道理說他們都要全部簽下來 所以這個我們在這邊要求 停止受理 先你們先去 我們也不回答你們 你們先回去縣府釐清 怎麼會有這樣的要求災民全部簽過來 這非常的不合理 為了戶籍爭議 大社居民甚至前往縣政府原民處提出訴求 原民處表示 要求居民簽戶籍 是為了確認居民在永久屋的居住事實 並以當時永久屋申請人的戶籍內成員為依據 才可以取得房屋所有權於使用執照 對於部落訴求 原民處願意在進行縣府內的協商來尋求解決 縣府也能理解民眾的這樣子的一個想法 那到底是不是可以尋求 有共識 在一定的條件內 譬如說 只要有簽戶籍就OK了 那這樣子也可以去解決我們去做居住事實認定的這件事情 那我想 我縣府這一個部分 我們願意再來 討論 研究這樣子的一個規定 是恰當 政府在推行永久屋政策時 並未解決同戶及多戶的問題 導致合配的永久屋 無法滿足居民住的需求 居民期望縣府規定能夠鬆綁 因為居民擔心權術簽出 也等同於失去原居地的所有權 記者歌手 屏東馬加三地門採訪報導 有關 就好 好